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早上平安。 很高兴再有一次有机会与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 过去的大半年是一个非常时期, 很多家庭都面对许多的挑战,比如说经济的挑战,工作的挑战,在生活方面的挑战。 但这些其实是一个化了庄的祝福,真的有一个化了庄的祝福。 就是父母有许多的时间和儿女在一起。 如果我们能做父母之事,神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这个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也带着极大的责任。 当孩子听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心,就喜乐。 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头痛。 那究竟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这件事上最重要要注意的是什么事呢? 那我们做父母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是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父母的家里面。 这个是神为我们做的选择,是神精心的计划。 这个是神给我们做儿女,有享受也有责任。 那你有没有想过做儿女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今天这个信息,我想问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想问弟兄姊妹的就是。 你觉得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与世界的家庭最不一样的是哪一方面? 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去学习的主题。 我把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命为基督徒的家庭。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标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家庭。 今天的信息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今天的信息是由《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自弃。 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 只爱的阿爸天父,感谢祢赐给我们恩典,能够成为祢的儿女。 感谢祢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我们父母的儿女。 我们也感谢祢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祢有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做父母。 我们今天早晨,祈求祢用祢的灵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 请祢帮我们认识到祢话语里面,祢要跟我们说的欣喜。 好,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祢的见证。 谢谢天父,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感谢祢的父母,我们祈求祢的名祢的耶稣。 Amen。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里的一段经文。 哥罗西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在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的信。 保罗在他灌藏的习惯里面,他写书信的时候,分成两部分。 前面,他告诉读者,在基督里的地位,在基督里的丰富。 在下一半,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在的地方,保罗就通常会告诉基督徒,读者,一个蒙安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这段经文,最主要就是这两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 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 基督徒的家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个事情你分开两部分去讲,一个是,做儿女的应该做什么。 第二段是说到,做父母的,或者做父亲的,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也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现在家庭的光景,好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能够活出主的心意。 好,我们先去注目在做儿女的事情上。 他说,做儿女,他什么都不讲。他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要凡事听从父母。 我在想,为什么保罗什么都不提,他不说你要爱父母,你要做其他的事,他只提一件事,就是说,这件事应该是有特别的分量,就是为什么他要提这件事,只提这件事。 那,感谢神,保罗写的这段,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姊妹书信,同时他也写了以福所书。 在以福所书里面,他也推到类似的教导。 在以福所书里面,他也推到类似的教导。 他说,以福所书6章3节,要孝敬父母。 这里,他说孝敬父母。我想可能是跟圣父书母是类似或者是相同的意思。 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界面。 以福所书6章,第一条带应许的界面。 保罗自己把我们带回去旧约,回去摩西五经。 告诉我们,为什么,给我们一点提示,为什么他提到要顺从父母。 要明白这件事,我再推论一点,要回到起初,创世纪,回到伊甸园。 我们会想到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了人之后,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神的创造。 然后神说,圆中的果子,这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但我们都知道,亚当跟小娃吃了那个经过。 就是他们不顺从神的话。 这个使人堕落的原因,人不顺服天父。 我还联想到在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后面数算到最后的时候说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祂所创造的人,亚当、小娃能够顺服他的话。 但人被撒旦诱惑,圣服肉体,犯罪了。 但是感谢神,神要拯救这些沉沦的人,好让人能够恢复与他之间父子的关系。 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神很重视孩子,儿子,儿子,儿女要顺服父母的原因。 这一个是实践里的其中一届。 这个是在神与人之间的诫命和人与人之间的诫命的一个桥梁。 如果我们继续从旧约里面看,我们看见在真缘,你多处地提到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 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一生在路加福音记载,祂顺从祂地上的父母。 所以我觉得这些经文就给我们一幅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天父的心意是要借着地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来彰显出神与人之间的应该有的关系。 就是人要顺服神,就如儿女顺服父母一样。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目道者,他们有时候有一点担心。 他们觉得,哎呀,我不想,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能孝敬父母。 我不能向父母,比如说,就很常有的这个疑我就是,啊,我还不能够去父母的坟墓去拜那些已经离世的父母。 所以,很多的语言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我相信,如果我能够接受耶稣,我能够继续依照我的父母? 会我能够继续依照我的父母? 或者,人会想,啊,我不想我儿女信耶稣,信了耶稣,他们好像不,不能够好像中国人这样子教导去爱父母,孝敬父母,顺存父母。 而且,也会恐怕,那一旦你的孩子会接受耶稣,他们会不会让中国传续依照你的父母。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不正确的概念,很可能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有亏欠。 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没有好好地去孝敬,没有好好地去顺从我们的父母,导致外邦人有错误的想法。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要尊敬,要孝敬,要顺从父母。 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是因为一旦的家庭,一旦接受耶稣,他们可能忽略他们父母, 而不再依靠他们父母。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那我们要问,究竟我们要听从父母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只顺服我们所赞同的事情? 经文说,要凡事,凡事听从父母。 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在我们当中,你在问,在什么事情上要顺从父母,圣经很明显简单地告诉我们, 除非父母吩咐你的,教导你的是违背神的话,比如说父母说不能信耶稣,当然你不能听从祂这样子的话,其他的我们都应该去听从。 从经文里面,我们还观察到一件事就是说,它说要听从父母,就是不单只是听从爸爸,也要听从妈妈。 小孩子很聪明。当父母遇见常常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裂缝。当问爸爸一件事,爸爸不赞同,他们在爸爸妈妈还没有机会讨论的时候,就立刻跑去问妈妈。 所以,你会看到孩子很聪明,有时候,他们看到两个父母有些认识,他们看到有些分析,他们去问父母一件事, 他们去问父母一件事,当父母拒绝他们,他们会去问父母一件事,去问父母一件事。 所以我想,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事情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的儿女不疑惑,究竟是听爸爸还是妈妈,我们父母一定要同心。 两个人要同心不容易,所以在前几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让他们能够合一。 所以,当一对夫妻合一的时候,这个是对我们的孩子一个极大的祝福。 我想,此不可能我们在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有一样的看法,但是,一对基督徒夫妻,应该在大原则上,应该在对于道德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看法, 对于信仰,对于神的认识,应该要尽量的合一。 所以,是很难为父母和妻子和父母的认识,对于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大小小的事。 但是,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于大小的问题,就是大小的事, 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圣经的看法,对于圣经的看法。 两个父母必须要在一起的心中。 基督徒姊妹,你们看到吗? 这些经文帮助我们去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 妈妈顺服爸爸,夫妻顺服基督,基督顺服天父, 然后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 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动机,要顺服父母的动机是什么? 经文告诉我们,在下半节它说,因为这是主,主就是基督,在17节所说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要逃主耶稣的喜悦。 我想这里,我想去指出一个喜悦与爱的区别。 注意,经文不是说,你要这样子做,要逃主耶稣的爱。 经文不是这样子说。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区别。 圣经里,如果我们去仔细地看,我们会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主耶稣爱我们,在我们还没生出来的时候,祂已经爱了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祂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了。 主在约翰福音,在约翰13章里面,约翰福音,祂说,主耶稣要爱我们,爱到底。 他说,祂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祂就爱我们到底。 罗马书八章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我们千万不要想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能够赞取主耶稣基督的爱。 主耶稣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爱。 因为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祂的人。 就好像我爱我的儿子一样。我爱祂不是因为祂做得好,而是因为祂是我的儿子。 这里所说的是,这是主所喜悦的。 就是主能够爱我们,无条件地爱我们,但不等于说主喜悦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主可以爱我们,同一时间主可以不喜欢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爱你,祂为你死,舍上祂自己。 但当你不顺从父母的时候,主可以不喜悦你。 当我的孩子做了一些,比如说他不顺从我的时候,我会,他不讨我的喜悦,我不喜悦他这样做,但不等于我不爱他。 当我们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明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 当我们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明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 圣经叫我们亲从父母,不是要我们赚取主耶稣的爱。 圣经叫我们亲从父母,不是要我们赚取主耶稣的爱。 圣经说,要爱你的父母,要依照你的父母,不只是要做些什么祢的祢。 是因为主耶稣爱了我们,我们认识到,经历到主耶稣的爱。 所以,我们应该听主耶稣的话,在凡事上淘汰的欢喜,包括顺从父母。 因为主耶稣爱了我们,我们应该要恢复祢,我们应该要恢复祢, 我们应该要恢复祢,我们应该要恢复祢,我们应该要恢复祢。 各罗西书一章十节 好叫你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祢喜悦。 这个是我们对主的爱的反应。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主吗? 你要回应主的爱吗? 你愿意讨主的欢喜吗? 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讨主的欢喜? 我们可以检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 这个是这里要说的第一点,做儿女的应该做什么? 然后他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要逃耶稣基督的喜悦。 现在我们去思考今天的信息的下一部分,就是做父母的。 我说做父母,如果你看荷荷本,他说,你们做父亲的。 在原文里面,他是说是父亲,但这个父亲这个名字也有可能可以翻译成父母。 比如说,在希伯来书11章23节,那里说,摩西生下来,在他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儿子。 这里,父母就跟这个父亲的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样的字。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死所福。 他可能是重点放在父亲上,所以荷荷本翻译得好,父亲。 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已经说,在一对夫妻的关系里面,丈夫是做头带领的那个。 父,爸爸,爸爸可以做带领,代表妈妈。 因为父亲,亲爱的弟兄们,现在我就对弟兄们说话,包括我自己。 如果神给你有恩典做父亲, 如果神给你有恩典做父亲, 神没有欠我们的,神不一定要让我们做父亲。 但神如果给我们恩典做父亲,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担起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 神没有必须让我们做父亲, 但当祂给你这个特别的恩典做父亲, 尤其是父亲, 你会使用你的责任为父亲, 让祂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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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男人,大部分的男人,都有很强的事业心。 我们愿意花很多心事,精力,时间,在我们的事业上。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在我们的事业上。 甚至可能我们会很愿意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我们的事业上。 当现今有许多的孩子们,他们没有经历到他们父亲,在他们身上花心思,花时间。 有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做父亲的放弃了神给他的责任,把这个责任交给了他的太太。 有许多家庭,爸爸,存在,可是他好像不存在。 可能男人觉得,我要赚钱,我要买一个大房子,我要给我孩子最好的教育。 他把他,我们把我们的全盘的心思,都去想,怎么能够把这些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 弟兄们,你知道吗? 如果你把他,如果你把全世界都给了我们的孩子。 你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 可是如果在他成长的过程,你不在。 他看见爸爸在家,可是信思不在孩子身上。 看见爸爸更喜欢去跟朋友去玩,或者去做他的时候,也不愿意跟孩子相处。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 perhaps, as a father, you can be spending time developing your career, you can be trying to provide the best for your child, you could send him to the best school, but if you don't spend this quality time in the family with the children, or instead of spending a lot of time on your hobbies, or even spending time with your friends, then that you're not carrying your duties as a father. 这个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大危机。 他说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对不对? 也就是按时说,做父母的要知道怎么去教孩子。 In other words, the parents also need to know how to teach your children. 那作为丈夫的,作为爸爸的, 我们以什么样的原则, 我们根据什么是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呢? 刚才我说父亲是代替妻子, 所以同样的问题也是问妈妈,爸爸跟妈妈, 我们根据什么原则要教导孩子呢? 在平行的经文里面, 以弗所书6章4节它说, 你们做父亲的, 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 我们用什么来教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榜样, 好让孩子看见在家里面, 父亲带头,带着妈妈, 带着儿女们去渴慕神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读神的话, 我们还好意思跟孩子说, 孩子,你去读神的话吗? 刚才说,儿女要顺服父母是因为要讨主的欢喜。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有没有选出一个给孩子的榜样? 在我们决定事情的时候, 让我们孩子看见, 父母在有决定事情的原则是什么? 是不是要讨主耶稣的欢喜? 孩子每天,每个月,每年, 他看着父母。 在生活上怎么做决定? 当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想要他孩子过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教他的有冲突的时候, 孩子会活在极大的迷惑里面。 当我们在教会是一个样子, 回到家里面是另一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confuse我们的孩子。 所以做父亲的,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里的吩咐是不要惹儿女的气。 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个其实是对于孩子顺服父母是一个对应的。 就好像是要跟妻子,要顺服丈夫, 和丈夫爱妻子是对应的。 所以这种形状就像妻子和妻子, 妻子爱妻子,妻子向妻子。 当神给权柄给父母, 叫儿女,你们要凡事上听从父母的时候, 神要保护儿女。 神跟父亲说,你们不可惹儿女的气, 你有权柄在你儿女的身上, 但你不能惹儿女的气。 新一本翻译成,不要惹儿女。 对于孩子,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我们想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就是孩子们是小罪人。 儿女,他们是活在,他们有罪性在身上。 他们是活在一个堕落以后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要天天地面对世界的诱惑, 撒旦的试探,肉体的软卧。 就跟我们一样。 就跟我们要面对许多的试探一样。 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在网络的时候, 我们希望神或者我们的配偶 以什么态度来对我们。 你是希望你的配偶以恩典待你,还是以律法待你。 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得罪了你的妻子, 你希望她与恩典待你,还是她与一个律法的态度来对待你。 我这样子的说法是因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做父母的, 很容易会让律法主义蔓延在我们家里面。 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有很好的表现, 好让他们在我们脸上贴金。 你看,我们教孩子教得很好。 当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全部都是一些外表的要求的时候, 慢慢的孩子就领会到, 原来我外边做了这些事,爸爸就高兴。 我们教的孩子,我想我们注重的是她的外表所做的一些事, 基督徒所盖做。 基督徒的孩子,我想我们注重的是她的外表所做的一些事, 还是我们的注重力,要注重在她的心里面。 我很喜欢Joseph的翻译, Behaviour or heart,就是我们注重她的行为,还是她的心。 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 我只是想提醒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是因为她心里的表现。 儿女是罪人,我们要以恩典抬她们。 他们面对试探,他们会犯罪,就好像我们会犯罪。 如果我们好像法利赛人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 他们可能就不愿意跟主耶稣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从小他们就被父亲激怒了,在外面做一个基督徒,讨父亲,讨教会的人, 讨旁边的人欢喜。 因为当他们幼稚,在家里的家里,他们会讨论过父亲, 那你必须要做所有的事, 你的行为必须要求祝父亲,也要求祝父亲也要求祝父亲。 相反的,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心里面。 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犯错? 他被什么东西引诱? 他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更多地认识神? 所以,当孩子犯错了,他犯错了对神。 我们要用我们的教书,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书, 如何帮助他祝父祝祝祝父亲。 孩子每一次做错事情的时候, 其实孩子不听话,我们头痛。 但是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 每一次孩子出事的时候, 都是神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机会。 这里推荐一本书给弟兄姊妹。 。 Here I want to recommend a book to Brian's sisters.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It's called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by Ted Tripp. by Ted Tripp. T-R-I-P-P. 牧养孩子的心。 It's to shepherding your child's heart. 好让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 他们慢慢地去, 他们的心, 与主业的心连接, 建立关系。 他们在凡事上, 讨谁的喜悦? 讨主的喜悦。 圣经说,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也应该在孩子犯错的时候, 我们可以管教他。 。 And the Bible also says that when your child did something wrong, we ought to discipline them. 可是我们不能略带他。 我们不能把孩子当成一个我们的产物。 我们要看见这个孩子, 他在神面前的宝贝。 。 刚才我说,做父母, 要对孩子的认识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孩子跟我们一样是罪人, 我们应该以恩典态他们, 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不要做法利塞人, 不要只是注重在外表, 要注重在他们的心。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要知道, 孩子虽然是罪人, 但同一时间, 他是被以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 在神眼中, 他是神的宝贝, 他有尊严, 我们不能伤害孩子的尊严。 当我们惹儿女的气的时候, 神经文说, 不要惹儿女的气, 因为什么呢? 因为恐怕他们试了自弃。 新一本翻译为, 免得他们灰心丧志。 就是孩子们, 他们有一颗心, 是神教给我们去保护的。 我们不能随便地去, 去无理地, 去把他们当作物件。 这样子会使他们灰心丧志。 所以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 我喜欢一个传道人, Tony Evans, 他说的一句话。 每次我想要承认我的孩子, 我常常记得 Tony Evans, 他说, 要当你管教你孩子的时候, 你要破坏他们的意志, 要把他们坚强的意志去破碎, 但是不要破碎他们的灵。 你想想, 我们的天赋也是一样。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 连亲生的父亲都管教我们, 何况万灵的父亲也不是管教我们吗? 是要教我们得益出吗? 所以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 我们是要孩子得益出。 是要怎么能把它建造, 让它建立跟神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教我们, 我们的孩子们必须 建立了这关系, 建立了这关系, 建立了这关系 与父亲和儿子。 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他最近很喜欢说这一句话, 他说, 爸爸, 你是不是要做老板? 我弟弟最近很喜欢说这一句话, 爸爸, 你喜欢老板吗? 因为我常常叫他, 他可能觉得, 我做老板, 挟着他, 他说, 你是老板。 他说, 每次我做什么, 他会觉得, 我是老板的老板, 我是老板的老板, 我是老板的老板。 那么有一次我们吃饭, 他问我, 爸爸, 如果你能够有一个超能力,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超能力? 我想了半天, 超能力, 我就想到, 我要求神给我一个, 能够好像神爱人这样子的超能力。 第一, 我觉得我爱心不够, 第二, 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教我的孩子, 啊, 这重要的是什么? 是爱。 然后, 我的孩子就回答说, 你知道我喜欢的超能力是什么吗? 然后, 我说, 不知道。 他说, 我想做老板, 掌管这个世界。 我说, 这个例子要表达什么呢? 也就是说, 其实孩子们, 不但是孩子, 天然的我们, 其实都不喜欢去顺服另一个权柄。 包括顺服他的父母。 所以我们父母要做的, 我常常提醒我, 我就是要帮助他, 让他看见, 在家里面, 在生活里面, 不管在哪里。 大人, 怎么去顺服主耶稣, 怎么去顺服神的话, 好让孩子知道, 人生命里, 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好让有一天孩子, 当他看见, 当他顺服主耶稣, 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他的生事意念会慢慢被转变, 好让他能说, 爸爸, 在我们家, 耶稣是老子。 现在我要做一个总结。 刚才我们一直看的都是很细的去看这两节的经文, 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应该有的态度, 就是很仔细的去读神的话, 每一句话。 要把神画于你的精华, 神的信师找出来。 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神要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 你看,在中文翻译成, 比如说,十八节你们做妻子, 十九节你们做丈夫, 二十节你们做儿女, 二十二节你们做仆人, 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 所以,它看见, 法律人是在中文翻译成, 对于这些人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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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些人做得到的。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张力, 就是,究竟神要我们注重的是, 我们做的是什么? 还是,神做的是什么? 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时, 我们有这种困难, 我们有这种困难,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或者我们需要做什么, 神想我们做的? 没有, 那个困难究竟是, 就是,我们做的是, 神要我们重视的, 还是,神做的? 在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神要我们做, 要做儿女的顺服父母, 要做顺服父母的, 不要惹他们的气。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还记得, 开始的时候,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吗? 究竟基督徒的家庭, 和世界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如果说要教导人孝敬父母, 听从父母, 其他的宗教也会这样子教。 佛教徒也很重视去孝敬父母, 为教徒也能很注重去教养孩子。 所以,我们的家庭的特点是什么? 与世界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举两点,根据经文, 第一点就是,我们做事情的动机。 经文说二十节,我们做儿女顺服父母的动机。 动机是逃主耶稣基督的喜悦。 那个是第一点。 这个是不服教徒, 不信神的人, 佛教徒不会有的动机。 还有第二点, 这第二点,我们需要从整本的《哥罗西书》里去看。 但我们只看这几节的时候, 经文是叫我们去做。 但我们把我们的视眼放大, 看整本四章的《哥罗西书》的时候, 你会得到有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的能力, 从哪里来? 我们能够顺服父母的能力, 从哪里来? 我们能够有智慧去把孩子搭到神面前的能力, 从哪里来? 我想大家去看第一章,第十一节。 《哥罗西书》照着他荣耀的权能, 得以在各样的利上加力。 所以我们看看《哥罗西书》1.11, 它说:"Strengthened with all might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power." 经文说:"造着神的权能, 让我们立上加力。 这个是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的能力的源头。 这个源头不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的能力。 世界的人,回教徒,他的孩子可以去很顺服的父母。 但他不是依靠神的能力。 佛教徒能够去教导孩子有道德。 那他的孩子也可以很有道德。 但孩子的道德的能力, 不是他们依靠主耶稣的结果。 是照着他荣耀的权能,使我们能够立上加力。 那神的能力怎么能够临到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呢? 接着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一章十一节, 他把我们从黑暗拯救出来,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一章十句节说,父喜欢将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居住。 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二章十节,然后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 而二章十节,我们与基督同死。 三章一节,我们与基督同活。 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三章九节,我们已经脱去救人,穿上新人。 十二节,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你们就应该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你们就应该顺服你的丈夫, 你们就应该爱妻子,你们做孩子就应该去顺逢父母, 父母的就要不惹女的气。 中间,基督除的家庭, 与世界的家庭不一样,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基督在家。 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 三章十五节,我们做事情的动机是要讨厌基督的欢喜。 我们做事情能力的来源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长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保罗写哥罗西书的重点。 所以当我们细看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 但是,我们要把眼睛放高一点的时候,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是我的生命。 一直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祢,祢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祢,祢把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感谢祢把我们圣在我们父母的家里。 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 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喜悦地去顺从我们的父母。 帮助我们看见一切的智慧之实都在基督里。 好,让我们能够从基督里面知取智慧。 好,让我们不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之气。 我们的心愿是,祢在我们家做主,做王。 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下一代,都恭恭敬敬地带到父神面前。 祝祢祝福我们。 愿祢的名在我们的家里面被高举。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祝福我们的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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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rs。 daqui。 阿们。 çocuk reindeer。